中部觀光局今年二月修正了 水域油氣管理辦法 要求具有營業登記的業者 必須要替學員投保 水域責任險 才能夠下水 不過個人潛水教練 沒有營業登記 投保無門 觀光局近期是韓氏 明確指出 自由教練 個人教練 支援教練 如有盈利的事實 也必須要投保 潛入水下一探海底世界 潛水活動逐漸盛行 保守估計每年國內 有超過一百七十萬人次下潛 不過潛水意外時有所聞 今年三月到七月中 至少是一起 輕則受傷 重則喪命 屏東潛水教練 職業工會指出 呂平賢不理賠潛水事故 今年二月觀光局修正水域 油氣管理辦法 據營業登記的業者 需替學員投保水域責任 險才能下水 不過超過兩千三百名 個人教練與支援教練 沒有營業登記 投保無門 觀光局近期韓氏 自由教練 個人教練 支援教練 若有盈利事實者也應投保 保守估計十萬人 卻未在水域油氣活動辦法有適當規範 觀光局表示八月中將著手研討修法 順利的話年底前公布修正草案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從林曉惠市 從林曉惠 弘子